《英国最有权势的两个女人互相看不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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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切尔夫人提出的经济政策忧心忡忡认为她激进的做法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这篇报道时撒切尔夫人非常不快声称女王的做法有为英国的政治惯例 并表示这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 王氏很久以后才出面表态 认为报道不实 撤起事件之后 撒切尔夫人和女王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幸运的是 撒切尔认识到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决定亲自出面破瓶 原来 撒切尔与女王的母亲关系良好 而且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瓶酒 于是 撒切尔常常在陪同妻子出访她国时 购买一些当地的名酒 回国后再特意和妻子一起带上这些酒去拜访王太后 邀请王太后一起品酒 在大家品酒拉家常的时候 撒切尔夫人常常借机向王太后倾诉自己的苦衷 解释她的一些政策 时间长了 王太后开始对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情 也渐渐理解了她的一些政策 之后王太后当起了和世老 帮助撒切尔夫人和女王互相理解 撒切尔夫人和女王的关系由此得到了极大改善 1990年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 女王不计前嫌地邀请撒切尔夫人观看了一场赛马会 撒切尔夫人深受感动 2013年撒切尔夫人因中风去世 女王还参加了撒切尔夫人的葬礼 这是女王在位期间第二次参加前首相的葬礼 女王上一次送别的是丘吉尔 可见撒切尔夫人在其心中的地位 有趣有料 有深度关注公众号陶历史 和T君一起读历史作者王健英来源百家讲台杂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随便上面 优优独恢 男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